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我给大家总结了这样一个思维导图 画出了我们目前所学习的一些主要的核心概念 好,同学我跟大家说过了 对于方法来讲的话 目前来说我们学习的实力方法 好,那么我们这节课再来学习一个新的方法 叫做类方法 好,那么我们首先先不会给大家直接抛出 这个类方法的语法是应该怎么写的 我们先关注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类方法 以及类方法有什么作用 好,我们还是拿我们student这个类 来做这样一个举例 我们把这个sum页改成sum 之前我给大家在提问的时候 问到过这方面的内容 当时我是这么问的 我是说如何在一个方法里面操作这个sum 比如说给这个sum加1 好,那么根据我们上节课所学习的 如何在实力方法里面操作这样一个类别量 我们其实是可以 知道如何来编写这样一个代码的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实力方法里面操作这样的一个类别量 好,大家可以看到 sum可以访问到这样一个类别量 假如说我每创建一个对象 我每一次的实力化一个对象的时候 我的sum总数是不是就应该增加一个 因为你多了一个对象 创建一个对象就相当于你的班级里面新来的一个学生 好,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改变这样一个sum的技术 好 我们可以用加等操作符加上1 看这样写好不好 这样写可以,但是不太好 这样sum plus加等1 好,然后我们print 当前官级学生准备 对 sum给class 给sum 好 这应该是一个加号 两个字符刷连接在一起 OK 后面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相处掉 好,这样每当我实力化了一个对象 创建了一个新的学生的时候 我的班级的总数 这里的技术就会增加1 好,然后我们这里现在是创建了一个实感当 对不对 好,我们多创建几个学生看一下 好,我们把这个实力化的过程复制三组 后面的这些码码我们先不要了,先不要 好,第一个学生student1 然后student2 student3 好,名字我们稍微改一下 好,随便起这个名字 好,然后我们来运行代码 看一下代码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这个地方闪入一个sum 我们就通过class.sum才能发文到这个类变量 然后是对这个类变量做增加1的操作 好,然后这个地方自币串 好,这个是一个数字的一个 别忘了,这里需要有一点s价 好,把这个数字转换成记录串 然后我们才能够记录串 做这样的一个连接操作 好,更改完成了之后 我们再运行一下passing c1.py 看一下,我身边的目录不对 c1.py 好,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当前半期学生总数为1,为2,为3 好,那么通过这个示例 我们就真正的给大家演示出了这样的一个类变量的作用 好好的体会一下这样的一个过程 类变量到底和实力变量有什么区别 类变量的正确的使用场景是什么 好,那么从这个示例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虽然说实力方法通常都是用来操作这样一个实力变量的 但是实力方法也可以用来操作这样一个类变量 好,那么这里我要补充一下 我很多的示例是在这个勾到函数里面给大家举的例子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的主要是集中在这样的一个 实力变量的初始化这方面的内容 所以说实力变量的初始化通常来说都是在这个构造函数里进行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说只能在构造函数里面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商家的操作 它可不可以移到我们任意的一个其他的主通的这样的一个实力方法里面来呢 可以啊,我们这样的也是可以的啊 把它放到tohoomwork里啊 只不过呢,看一下啊 只不过呢你这里呢要多调用一下啊 你每一句,你每一个这样的一个实力化了之后呢 你都需要啊,所动的调用像student这一点啊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打印结果呢 其实呢,混合啊 我们刚刚放在构造函数里是一样的啊 看一下 好,对不对 一二三啊 多打印出来这个红膜可能是我们多出来这样的去print啊 好,这一点呢是希望大家要注意的 好,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过了啊 实力方法呢通常啊是用来操作实力变量的 好,那么啊 我们的类变量呢也有一个啊 专门操作类操作它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 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类方法 好,让我们看一下啊 类方法应该如何定义 好,那么我们类方法的定义呢也遵循了 我们把这个给还原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给还原一下啊 这个呢我们还是放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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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后呢这些呢我们都把它删除了 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 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的类方法呢 这个是一个类方法 好,那么啊我们类方法的定义呢 也遵循着我们函数的基本定义方法啊 使用这样的一个DEF关键字 然后呢是这样一个方法呢 我们叫做plus3 好,然后呢 它括号里面的参数呢 这个时候啊 就和我们定义这个实力方法的数据不同了啊 定义实力方法呢 我们使用的是这样一个self 然后呢我们定义类方法呢 需要啊使用这样一个cls 好,我们呢 其他的参数呢我们就不写了啊 然后呢我们用一个pass站位符 先把它给站住 好,那么大家觉得呢这个呢 是一个类方法吗 只是因为这里的参数的 默认的参数的名字和self不同啊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类方法吗 不是的啊 大家呢可以结合我们之前所讲到的这一点啊 self呢在实力方法里面呢 可以任意的更改名字啊 你呢也可以啊 把self呢改成这样一个cls啊 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呢 它依然是一个实力方法 好,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啊 要定义这样的一个类方法呢 还需要啊 在这个def啊 上面加上一个特殊的一个标记啊 叫做什么呢 叫做啊 add class method 好,那么啊 add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呢 在我们path里面啊 叫做这样的一个装饰器啊 我们现在呢 还没有讲到装饰器啊 装饰器呢 我们都放到我们的高阶函数里面来讲啊 大家呢 现在只需要知道啊 你在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函数的上面呢 增加一个add class method啊 就可以啊 让它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类方法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 要成为一个类方法呢 它和我们的实力方法一样啊 它参数 它的参数列表里面呢 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名字啊 只不过呢 这个特定的名字呢 我们在约定俗成的默认情况下面呢 应该叫做CRS CRS大家呢 应该可以看出啊 就是我们class的简介啊 好 所以说呢 决定一个方法啊 是实力方法 还是类方法的根本原因呢 在于我们是否在这个方法的上面呢 增加一个装饰器 class measure的啊 而不是因为啊 这个啊 参数列表里面名字不同啊 名字 名字呢 不能够决定它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方法 好 那么类方法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用来啊 操作和类相关的一些变量啊 比如说呢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sum啊 它呢 是一个类别量 就非常适合啊 放到我们的这个 类方法里面来操作啊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可以啊 把我们之前呢 所构建的这样的一小段代码啊 就是呢 学生的总数量加1的这样一个操作啊 在我们类方法里面来实现一下 好 那么我们首先呢 就要啊 在类方法里面呢 能够操作这样的sum 对吧 好 我们模仿一下之前 我们呢 在实力方法里面操作这样一个类变量的一个写法 只不过呢 在我们的类方法里面呢 操作类变量更加的简单啊 我们直接用啊 我们传递进来的这个sum sum 加等于1 好 然后呢 我们呢 打印这样的cls in sum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最简单的一个类方法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啊 类方法如何调用 既然啊 我们说了 它是一个类的方法 那么呢 它只和类相关 和我们的对象呢 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 所以说呢 那每当我们啊 在这里呢 实力化了一个对象之后呢 如果啊 我们想让啊 这个班级的学生总数加1呢 我们可以啊 通过这个类啊 注意啊 大型的studio 点这样这个plus sum 好 这样呢 它就可以啊 架上1啊 它就可以把这个类变量的加上1 好 那么相同的方法呢 在我们每实力化了一个学生了之后呢 都调用一次啊 这样呢 它也可以啊 输出同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一下 C1.py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的打印结果啊 是当前学生总数为1 然后呢打印了一个2 然后我们又打印了一个3 4 5 6啊 好 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呢 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 我们在实力化的时候呢 会执行这样一个构造函数 好构造函数里面呢 我们呢 也去操作了这样一个类变量啊 所以说呢 把类变量啊 从0 加到1 所以说呢 第一次显示为1 好 接着呢 接着呢 我们又调用了这样的一个类方法 现在呢 这个sum的值呢 是2 然后以此类推啊 3456 好 此外呢 我们还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啊 这个cls啊 可以叫别的名字吗 可以啊 你的实力方法呢 可以更改啊 那么你的类方法呢 同样可以更改啊 我们呢 可以啊 特意的啊 把这个cls啊 换成我们实力方法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的名字啊 self 好 然后呢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啊 这样会不会报错啊 好 c1.p版 不会啊 所以说呢 这就是我所说的啊 self啊 你不要看到一个函数啊 你不要看到一个方法啊 它的这个参数列表里面有这个self啊 你就认为呢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实力方法啊 是不是实力方法呢 和这个 参数列表的self啊 还是cls啊 没有关系啊 但是呢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啊 按照 hason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啊 来使用这样的一个参数的名字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啊 实力方法的区别啊 区别啊 区别呢 还是在于啊 我们反复强调的类对象的区别啊 实力方法呢 它所关联的啊 是我们的对象啊 这样的一个事物 而类方法呢 关联的呢 是我们的这个类本身啊 这个呢 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的 好 那么我们有些同学呢 会认为啊 既然呢 我们可以啊 在实力方法里面 操作这样的一个类变量啊 比如说呢 这里呢 确实是操作了这样的一个类变量 好 那么还要这个类方法干什么呢 那么这里呢 我要说的是啊 这个呢 不是说是一个语法 或者是功能上的满足 或者是不满足的问题啊 而是呢 如果呢 你要操作一个和对象无关的变量啊 最正确的方法呢 还是应该使用这样的一个类方法 倒不是说呢 你使用实力方法不对啊 但是很多时候呢 在意义上是说不通的 好 那么之后呢 就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CLS和Self啊 Self呢 我们之前说过了啊 它的意义在于啊 这个Self呢 其实呢 就是啊 Python给我们默认传递进来的一个 可以代表当前啊 当前对象的这样的一个啊 参数啊 那么同样的CLS也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呢 CLS呢 并不 它不是去代表对象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类方法的调用呢 是使用类来调用的啊 所以说呢 这个CLS啊 代表的就是啊 你调用这个类方法的这个类啊 比如说呢 我们这里呢 这是用student.plusSum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CLS呢 其实呢 就是啊 代表了这个student这个类 好 那么呢 还是最后一个支持点呢 是我们要向大家啊 明确的提出来的啊 这一点呢 尤其重要 我们呢 可以啊 用一个类啊 来调用类的方法 那么我们想一想啊 我可不可以啊 用一个对象 来调用类的方法 好 那么这里呢 我先给出答案啊 是可以的 好 我们呢 把这个代码的调用呢 给简化一下啊 思考这个问题呢 不需要这么多的代码啊 我们就拿一个student来看啊 好 这里呢 我是student.plusSum 这个呢 是用类来调用这个类方法 好 那么我们就试一下吧 各位可以 student1.plusSum 啊 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感知啊 实际告诉我们是用的 好 那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代码的运行结果 好 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啊 没有报错 并且呢 这个正确的结果呢 也打听出来了 是2 第一次呢 实力化的时候呢 在这个上面啊 加了1 在这个sum上面的增加1 然后呢 我们再次呢 通过对象啊 来调用这个类方法呢 又加了一个1啊 所以说呢 结果是啊 好 那么啊 Person呢 确实是可以这么做啊 但是呢 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就是啊 最好的是不要啊 用这样的一个 对象来调用类的方法啊 因为呢 这个呢 在逻辑上面呢 我个人认为是说不通的啊 一个对象去调用类的方法 但是呢 Person确实允许你这么做 那么在很多其他的语言里面呢 你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呢 是不能够去调用类的方法的啊 好 各位同学 关于这样的一个类方法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会再见